接下来我们看下世界有些大事情要变革了 在世界变迁方面 目前中国的经济稳定度 因为疫情管控的得宜 这是很确实的事情 哪怕怎么样 最近在上海一个人感染 上海的机场一个人感染 你整个小区的整个区域都要封锁 然后去做全面的补摔 甚至你要变隔离 所以新冠疫情在14亿人口的国家 仍然控制的非常的理想 这个是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他经济恢复的速度也是非常之快 在他们4月之后 基本上从4月5月 那个武汉开始解封之后 整个中国经济是完全的蓬勃发展 在他们黄金周到现在为止 经济都是恢复的非常不错 那么这点当然也是羡煞了欧美世界各国 当然在现在的贸易上面 国际贸易上面 由于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 他还没现任 他还是现任总统 他奉行的是单边的孤立主义 所以他孤立自己主义 不是孤立别人 让中国可以顺理成章的 藉由ACET的顺利签利 而成为世界上最大自由贸易组织的盟主国之一 基本上中国的化氏权 他虽然不是发起人 但是他的化氏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而这个组织现在有没有开始运行 还没有 你签利的还没有运行 他是必须要回到各个的成员国里面 他们把国内相关法律的把它制定出来 才会去真正运行 真正运行的时间 也是在2021年年终以后了 这个ACET将真正有助于什么 欧美市场以外的所有贸易市场的整合 过去我们以欧美马首是瞻 但是未来不是一样了 但ACET前例之后 这个新的东斜 这些十国加上这些日本、澳洲、中国、纽西兰等这些国家进去之后 他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自贸的组织 也就是说发生一些事情什么 美国拜特朗普他的一个努力之下 拜登上台之后 他已经不是世界秩序跟规格的唯一制定者 而他要进行的重新整整整好这个国际秩序 或者是重返世界大舞台 对美国来说 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他一定可以达到 但是唯一差别还是在于 他已经不是唯一 重要是他不是唯一去制定规则的人 他还是可以制定他们的游戏 但是要大家同意 过去是美国我说什么 你就是什么 美国已经不像什么 美国已经不像在过去 一句话让英国的经济跟他的B值 受到重挫 让英国经济完全被受到打击 也不是过去广场协议 美国一句话 让日本整个经济陷入了数十年的不景气 甚至连半导体产业都不能做研发 这样子的美国已经不存在了 已经不存在 没有这样子的实力了 而在由特朗普与他的弄成 就是蓬佩奥 所以演出了政治选边站的一个大戏码 国际上有没有受害者 除了美国之外 有没有受害者 还是有谁 澳洲 当然加拿大 有人说加拿大也是 但是毕竟加拿大 他虽然说有伤害 但是毕竟加拿大 他对中国的益存度没有这么高 而澳洲至少15%的GDP 都是仰赖对中国的贸易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不要想看15%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你说到其他的包含红酒 那个是90%以上的益存度 说到总额来说 他大概影响到澳洲15%的GDP 而中国近日对澳洲刚才讲到的红酒 他加征的关税高达了多少 各位如果有做个功课就知道 他对澳洲的红酒加征了212%的一个关税 除了这个之外 还包含了煤矿 你不能就已经不能进中国了 牛肉 龙虾 大麦 这些关口的限制 让澳洲已经受到蒙受了非常重大的打击 当然遇到这种状况之下 澳洲需不需要处理这个问题 还是要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过去在美国边去骂中国骂的太难看了 现在怎么办了 前两天澳洲总理 他们的澳总理 他去投书媒体 用可以说是 老师是个人看的 这是个人感觉 如果你是澳洲人的话 你已经澳洲裔的话对不起 老师只能个人的感觉是 他里面投书媒体里面对中国的字眼 只能说是用4个字去形容 基本是极尽惨媚的方法去形容中国 去称赞的白人世界最大的敌人 万恶的共产党 是一个仁慈 强大有能力的国家 而这样子的书信 有没有打动中国的铁石心肠 当然没有 因为他是万恶的共产党 这么邪恶独裁没有人权的国家 怎么会被你一封信打动 所以在2020年年初的时候 当然澳洲去怎么样去踏伐中国 配合美国去说 中国是世界的罪人 要呼应美国 要主持调查团 去调查一个比他大至少20倍 强大20倍以上的国家 他们的内情 这就是结下两指的一个大的源头 所以说澳洲他在选边站 遭受到是对于国家经济 几乎在某些产业上面 已经算是毁灭性的打击 包含了煤矿 50%都是在中国去吃掉 还包括不要说红酒龙虾 龙虾几乎都是给了中国了 红酒几乎都给中国了 现在煤矿 他一到中国去不行怎么办 不行 你当然只能用其他地方去打折去卖 澳洲这些农产品 他能不能今天不卖给中国 卖给其他地方 其实是很困难的 是没有这么容易的 而当澳洲被中国去拒买这些的资源 或是农产品的时候 美国的农民发生了什么事情 美国农民正在享受了特朗普的德政 中美贸易战签连第一阶段协议 中国疯狂的去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而美国农产品他的农民赚的是满科满钵 都是非常赚钱的 为什么 因为中国一直不断的买农产品 大豆什么都买 猪肉什么都买 而最重要的事情是澳洲没卖掉了 龙虾这个部分应该是算凉掉了 因为龙虾他有保鲜期 两三天没进关 龙虾大概都死光了 而煤矿你现在中国不进去 那你只能卖到哪里去 最近他这些停在中国的煤矿 他只能打折的 打极低的价格 去卖到土耳其去见价甩卖 连带的影响到了世界的煤矿的价格 因为他出口量这么大 中国没有吃掉 你现在急的去甩卖 那么你当然人家用逢低承接 其他地方的煤矿价格也会下来 这算是一个联动性的恶性循环 那么中国不进澳洲的煤炭 拿到中国就有煤炭可以用吗 还刚好有 中国仍然有其他采购煤矿的地方 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大蒙古国 大蒙古国多有意思 他送了几万只羊给中国 中国就跟他去大量的采购他们的煤矿 至少他们过去的两三倍以上的采购量 而这些大蒙古国包含了 还有印尼他们都是产煤矿产地 而大蒙古国现在是中国的 焦煤最大的进口国 所以说澳洲如果要恢复到中国的大量煤炭的销售 在短期之内并没有这么容易 因为蒙古已经踩那个位置了 而澳洲的地理位置 农产以及他原物料要销到其他国家 因为他是在南半球 所以说他销售起来也没有这么容易 他所消耗的运输的场战成本 以及交通费是一个很大的硬伤 然而中澳的关系 很多人问老师说 中澳的关系都没有办法恢复了吗 老师已经劝过很多的在澳洲朋友 他们找工作的时候 老师劝他说 如果你在那边还没有成家立业 小孩没在那边生 老公没在那边找 那么你该回来中国就回到中国 因为澳洲的未来经济很不好 四过境迁 然后六个月之后 澳洲经济现在不是非常的理想 未来也不会很理想 短期之内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善 这因为他是要看一件事情的发生 什么事情 他必须要看拜登跟他的国务卿 有没有在上台之后 去更改特朗普对中国极其不友善的态度 如果有改善了 大家好好说 但是该防还是得防 敌我之分 我们还是要得顾到 但是有话可以商量 那么澳洲就可以放一口气 他们中国就开始对澳洲放缓一点 为什么 因为美国不疯狂了 我就不用处罚你的小鸡 我也不用杀鸡给猴看 那么大家好来好去 这个是会达成的 如果是他还是维持了特朗普这样的强硬态度 说逢中必反 跟民进党一样逢中必反 那么澳洲的东西 大概就会量很久 还量很长一段时间 而更值得注意的事情是什么 在中美关系的恶化的当下 中国的经济 现在怎么说他还是硬着陆 你绝对不能说他好 他还是硬着陆 他之前对内部的疯狂的见识 就是大基建的状况 也稍微缓和了下来 很多东西你盖了反而卖不出去 或是变烂尾楼 或者是一个地方举债过高 很多的缺点在大力发展之下 慢慢的显现 所以实质上也要发现到一点 中国对于这些原物料的需求 其实也没有过去这么大 所以是说他在这个状况之下 当你需求没有这么大的时候 订单你要给谁 这可以选择了 过去是我很需要 所以说从2000年奥运开始 你有卖什么原物料我全部都收 你来多少我收多少 到现在我已经不需要这么多了 我身上就这几笔订单 我这几笔订单要给谁 当然谁对我好我就给谁 当然澳洲你在门口骂人家 然后又想把订单塞到别人信箱的地方 是比较困难的 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当然毕竟澳洲现在是需要中国的 而不是中国需要澳洲 所以说澳洲对于RCEP的签利 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值得期盼的 因为RCEP签利之后国内立法完成 如果中国就那时候愿意跟澳洲来进行 和缓一点的对话 或是给他们开放一点 那么对澳洲来讲 这就是恢复中央关系的一个救命的稻草 中国对澳洲太重要 而澳洲却认为白人才是世界的王子 一时的选错别人就跟男怕入错行 你怕嫁错郎 政治最怕的就是压错宝 而对于同样的日本跟亚洲来说 加入了RCEP意味着什么 对日本来说他们对日本的工艺产品 工业产品 例如汽车 汽车的零组件或是汽车 都可以享受非常低关税的优点 大量的销售给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组织 而不用的去受到很大很大的关税壁垒 而从这个方向来看 日本获得了什么 日本获得了美国以外销售是得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而美国过去是靠着日本对美国的一个逆差 这是日本的顺差 美国的逆差 可以来做前置日本的武器 那么美国现在要去限制日本 然后叫日本乖乖听话的武器 还有少了一块 美国当年通过广场协议 把日本逼入了长期不景气的环境之中 甚至刚刚讲到了 连半导体都不能发都不能研发 如果当年半导体让日本去研发 现在不要说台积电 也不要说什么日本三星的 全部都是日本的天下 而因为一纸广场协议 保护了美国 扼杀日本 那他不能够研发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日本他是不是只能卖汽车 还真的是他除了汽车之外 大部分事情也蛮难做的 也蛮难做的 所以是说日本可以先在美国之前加入了RCEP 后面等美国拜登政府上来之后 再跟他去签力CPTPP 那么基本上 日本就可以成为这一次的作为贸易战之间的 最大赢家之一 他可以摆脱美国的指使 不一定要每一次都去配合美国 来进行亚洲的各种小动作 那么这个大和民族将会走出一条 在美中美两国强权 都互相跟他定盖栏枝之下的 两面讨好的局面 走出一个全新属于日本的经济版图 这对日本来说他非常利多 日本的经济不景气 很可能在未来的10年以后 恢复到他们的经济重新的蓬勃发展 这个机会是很大的 而除了经济问题之外 令人对令人优势的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什么呢 这个世界在中东地区 怕是一不小心就会战火就要点燃了 为什么 点燃这个战火就是伊朗 伊朗在上周在白宫的幕僚 劝退特朗普不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 军事攻击之后的不久 很巧妙的伊朗的盒子之父 革命卫队的领袖 在德黑兰的东郊被暗杀了身亡 伊朗认为这个是以色列搞的暗杀活动 而也有舆论表示 这个暗杀活动并非以色列可以独立完成 为什么 因为你要抓到他在哪里 并没有这么容易 如果你没有特定的技术去帮助你 那么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人现在在哪里 而特朗普他对伊朗策略 本来是要形成一个反伊朗联盟 比如说以色列跟阿联游的国家 来促使一个中东一个专门去反伊朗的地方 但是这个协议做成之后 除了反伊朗之外 特朗普也可以顺理成章的 然后对这些国家销售大量的军火 然后来赚点钱 美国现在很缺钱 一方面阻止伊朗再次兴起成为一个强大的核武国家 而这个暗杀行动 如果没有刚刚讲到的没有缜密的一个情报资源 例如卫星定位 那么会很难以成功 而最乐见这样的状况恶化的 当然还是先任总统特朗普 因为如果伊朗因为此次抓狂了 掀起了报复性的战争 那么拜登想要伊朗重回伊核协议 那就是南上加南了 而特朗普一向做生意的特色就是什么 我要宁为玉岁 我不为瓦圈 谁不让我好过 我就让他一直不好过 而中东的这场火药味 随着特朗普的交接日期会越来越近 他就越危险 因为一定要把这件事给搅黄了 对于他拜登来讲 他后面非常难收拾 也会非常的危险 而也因为共和党跟特朗普 都10万个不愿意让民主党 能够捞上了维持世界稳定的好处 而伊朗对于美国就是上了什么 就像一头完全不愿意低头的公三洋 伊朗如果不国破交往 那么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就很不容易的完全去发挥 而且是控制中东地区 这对于美国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理想的事情 这是绝对美国来讲 他们一定要极力避免的 别人是一个团结 是一个安和热利发展的地方 因为只有你的不幸 才是美国的幸运 这对于我们的道德当面来讲 这好像是不对的 但是对于外交策略来讲 美国并没有做错 因为就是让别人不信 你才能取得利益 那么你除了损人利己之外 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呢 而在南海跟两岸方面 大家还是很紧张 最近两岸的飞机 中共的万恶共产党的战机 还是不断的来飞越我们海峡中线 来牵绕我们的海域 这是非常可恶的 你们要记住 中华民国台湾 这个是我们的 中华海峡 台湾海峡也是我们的 大陆地区只是我们借给你住的 这种一天我们要统一回去的 三民族要统一中国 知道吗 当然中国的实力 它是日渐稳定的 而台湾未来也难以从在民主党手中 去取得什么重大的军备的供应 也就是说我们台湾地区 除了单方面吞下美国的瘦肉筋的猪肉之外 这个没有变化之外 其他部分台湾已经难以有发挥的空间了 这已经是现实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美国宁愿去暗杀伊朗军事将领 很多次暗杀第二次的 我宁愿暗杀你两次的军事将领 他也不会越过中国的军事警戒区 各位有没有发现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他怎么样去做对伊朗做出了明目张胆的轰炸 明目张胆的枪杀 但是他绝对不敢飞越中国的军事警戒区 更不会派遣什么 真正的高官来台湾去逛夜市 比如说派国立卿 彭培亚不是要去反中国吗 彭培亚你自己来台湾 来这边我们请你吃夜市 都不用钱 吃通海 你想吃什么就给你去吃 都可以招待你到绝对一个爽智去形容 从你头发爽到脚尖 没有问题 但是他不会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不能做的事情 为什么 很重要一点就是 在经济与基础上面 美国可以暂时的去压制中国 但是在军事火力方面 光美国的GPS的精准度 是低过后来升空的北斗卫星 这让老师想到一个蒙古的一个谚语 应该算俗语 是什么 就是你先长出的耳朵 也不会比你后脚长出来的鸡脚去坚硬 所以是说在这个状况之下 在别人的海域去打仗 比如台海之间你去打仗 所以美国的军需粮草 以及兵源并不能及时的去补充 他能派过来的就是那两三万人 多也夺不了了 不可能全部派来 因为你在其他地方 你还是必须要的战舰去 维持美国的霸权的稳定 那么你即使在日本你有一些补充的基地 但是除了中国之外 日本的上面你还有俄罗斯 你还有俄罗斯 你的下方你还有一个金小胖 这些人不会在那边看中国的豪戏 或是作弊上官 你真的打起来了 真能够阻断美军的 不一定是中国共产党 也不一定是解放军 那极大的可能当然就是普丁大帝跟金小胖 他们有很大的能量 可以压制住日本跟韩国 而日本跟韩国绝对不会为了美军 去打中国 这个是动个脑袋都知道了 这个太可怕了 你去招惹到中国 你肯定就是完蛋了 而再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是我们中华民国 也就跟这些的国家 包括日本、韩国 或是俄罗斯 我们都没有邦交 因为皮肤不黑 我们就不会当邦交国 台湾虽然内部的台湾价值 就是充值到满党了 轮子神功也护体到了非常强大 但是最终 我们台湾的角色 还是跟双亚战争里面的纳卡共和国 一样 大家只会默认你是别人的国土 无论你有没有宪法或是总统 都是一样 反正你就不是你的 你就是别人的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我就是这么认为 你怎么样 所以各位要知道这件事情 纳卡战争已经打完了 各位 亚赛拜然跟亚美尼亚 他们已经结束战争了 这场战争真的是一场闹剧 亚美尼亚跟亚赛拜然 彼此之间没有短兵相接 只有无人机互相轰炸之下 亚美尼亚的国军 根本就没有离开过他们的国军 国境 他们就吃了败仗 亚赛拜然的兵 也没进到亚美尼亚的国境 他就赢了这场战争 这场战争你吃败仗也就算了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胜败来是兵家常事 但是按照国际的战争法 亚赛拜然现在可以合法的向亚美尼亚 去索取500亿美元的战争损失费 500亿 我打你 我损失的飞机炮弹都要刷在你身上 我损失的轮胎磨损的 或者是我的兵力很疲劳的 他没给他加奖的 所以加奖起来 我觉得给你拿个500亿来花花不过分 不过分 而这个事情是承认的 在国境上是承认的 亚美尼亚你必须25年之内 还给亚赛拜然500亿的战损 这过去为什么德国会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里面 德国要支付给盟国的太多的战损费 他支付不起来 甚至你连做电线杆当做 帮人家做电线杆当做常债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亚美尼亚现在国内非常的混乱 就是因为你打输也就算了 你国军没有出去打 然后你还得赔人家500亿 这不是明明了 就是根本是惹了一身心吗 但是我们中华民国又比纳卡共和国好哪里去 大家只在意亚美尼亚 只在意亚赛拜然 但是没有人在意纳卡地区的纳卡共和国那些的子民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而我们刚才谈到了说大海问题之外 还有南海的问题 那问题随着阿瑟的潜力之后 区域性的战争跟争议已经显得没有意义了 因为大家都是最大的自贸区了 我们现在赚钱做生意了 那个地方我们搁置争议 在外交上常常见到这件事情 说大家专注的事情是什么 如果在最短的时间内让经济全面发展起来 而中共对于台湾还是走了统一路线 这个是不会变的 虽然老师讲过拜登上台之后 台海危机算是解除一半了 毕竟特朗普还没交权 他还没交权之前都还是危险 但是基本上拜登在台上台湾是比较安全的 暂时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大陆对台湾的统一一定会做 而且他只有两条路 哪两条路 第一个穷台穷到你穷到底为止 穷到你民生凋敝了 我再搜你 什么要让你民生凋敝 ASAB就这很大的关系 ASAB1000例 台湾你根本没有任何国际竞争力 你只剩下台积电 联电这种高科技产业 而这些高科技产业 基本上它是零税率的 除此之外其他的包含台湾的工业 包含男子加工区 包含了各种的台塑 台青石化这些东西 都要面临别人的高关税 而他们在ASAB 他们是完完全全的低关税去运行 那么台湾你拿什么竞争力给别人 你是必须把你的钱 设备办到别人的国家里面 从别人国家里面设厂 给他们赚外汇 然后你才能办法赚钱 这个就是台湾现在的现实 说穷台已经是必然的事情 台湾的经济只会越来越差 是不可能越来越好 因为你不在别人的游戏范围之内 你只是一个别人利用的棋子 而这个棋子人家炸出来的 剩余价值已经不多了 那么除了这一条题外 第二条就是快打快攻 很快把你收下 很快把你把这事给圆了 就像香港一样 我直接给你宣布一个香港国安法 你现在风头过了 每一个人给你派个5年10年 把你关起来 像黄之锋关起来了 对不对 他就成了他自己是造反者 关起来 那些民主派议员 叫你们要滚蛋 刚好你们就滚蛋 他也不去挽留 你知道吗 他也不去挽留 所以这些事情顺理成章之后 就变成了 他们可以打指他们自己的统一大业 其实台湾必然会收 这几年都会收 但是没有像以前那样这么危险 随时都会造成一个 你不可一期的战争产生 收台必然 这只能说这是行事比人强 我们的国防经济 完完全全是受制于人的 这样的国家 没有办法去争取更多的生存潜力 好吧